快速道路隔音墻一大片扭曲变形 疑似因为没有绑好15吨重的钢梁掉落 砸坏隔音墻重重掉落路面 相关单位赶紧出动重极局吊挂 虚故现场受到影响交通堵塞 工作人员加紧速度 这起意外就发生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 往南靠近泉州街方向 连接车驾驶凌晨载运钢梁 没想到却发生意外 它钢购的部分它是有绑电条 那支撑时数是40公里 那行径温到处的时候 那疑似是链条断裂 根主要解关心驾驶载运钢梁 要前往中正桥改建工程 疑似没有固定绑土钢梁 链条断裂 两根长19公尺重达15吨的钢筋 当场砸落会坏大面积隔音墙 针对连接车驾驶通行证预期 以及载运货物脱落的违规的部分 那本分局都依规定去做裁罚 一般连接车要行驶在进行路线范围 必须先向政府申请通行证才能行驶 关心驾驶虽有申请 但通行证早已过期 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不遵守公路或警察机关发布命令 得挨罚900到1800元罚还 另外所在货物脱落 也得被罚3000到18000元 驾驶将吃上两张罚单 所幸意外没有酿醉人员受伤 否则后果不堪设效 且张碧子林中正采访不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